没人会爱马拉多纳,没人不爱马拉多纳。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,阿甘廷共打尽14粒进球,其中,马拉多纳贡献了5粒进球和5粒助攻,并有3次间接助攻,13粒进球都和他密切相关,并不被看好的阿甘廷,就这样夺得了大力神杯。 马拉多纳也完美诠释了什么叫一己之力,使他,让那界世界杯,变得不可思议。 被对手忽略的敌人,却是真正的王者。 由于阵容上的缺陷,阿甘廷一度不被人看好,论夺冠瑞门,巴西,西国,法国这些球队,要甩他几条街,即便有马拉多纳的存在。 这个赛前被对手忽略的马拉多纳,让他们在比赛中吃到了苦果,当他们力图用多人限制马拉多纳时,一切都晚了,因为马拉多纳早已困住了他们。 在整界杯赛城埃落定后,时任西德主教练的贝肯鲍尔,这样评价马拉多纳,他说,1986年的世界杯,我们输给了阿甘廷,但实际上我们输给了马拉多纳。 没错,就是这样一只阿甘廷,可以没有任何人,但绝对不能没有马拉多纳。 马拉多纳13比0世界杯。 没有一个人,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马拉多纳那样。 1986年的马拉多纳就是神,即便是他自己也不能再超越自己。 马拉多纳在这界杯赛中,造就了阿甘廷总共14例进球中的其中13例进球,另外,他也是单界杯赛中,被人侵犯最多的球员,而在这些为人不为球的犯规中,身高不足1米7的马拉多纳,依然能为球不为人。 据统计,那界杯赛的马拉多纳,一共有88次的突破。 马拉多纳遭受的恶意犯规很多,在淘汰赛阶段,马拉多纳几乎每场都是被放倒次数最多的球员,但很明显,黑角并不能让这个绿音场上的巨人倒下,愈挫愈勇的马拉多纳一步一个脚印,让每一个脚印都成为了经典。 在个人数据上的成功,并不是马拉多纳成为球王的唯一原因,更重要的,是马拉多纳从被动到主动的强大精神属性。 对于球迷而言,他是足坛传奇,但对于阿甘廷而言,他是民族英雄。 无论是球场上一或是球场外,两个极端,是对于马拉多纳最经典的评价。 198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,阿甘廷vs英格兰,在上半场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之下,下半场开始十几分钟后,马拉多纳禁区内接到球高高跃起,利用其矮小的身高,巧妙地用手将球打进球门。 在全世界球迷都看见的情况下,马拉多纳却逃过了主裁判的眼睛,进球有效。 进球后的马拉多纳,立刻跑向场边欢呼庆祝,每个人都明白这立进球的意义有多大,但当时,马拉多纳的阿甘廷显然迟疑了,因为他们都知道,这是一次犯规。 当他看到主裁判和边台没有表示犯规的时候,他着急了,赶紧将呆站在球场上的队友招呼过来庆祝,他不想让裁判看出,这是一次用手打进的进球。 在英格兰人的抗议声下,阿甘廷人离创造历史又进了一步。 仅仅过了不到五分钟,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出现,又是马拉多纳,他在中圈附近得球后,又编路连续过掉五名球员,在晃过门将失去重心前的一刻将球打进,魔鬼和天使,在此刻双双降临人间。 如果说第一立进球存在争议,那这立进球你只能为之所折服。 最终,阿甘廷两球击败英格兰,挺进半决赛,而马拉多纳的连过五人的进球,在赛后,被评为世纪进球,足球不仅是赛场上的争锋,阿甘廷,因马拉多纳而哭泣。 赛后,马拉多纳在谈到他打进的极具争议的上帝之手时,马拉多纳称,这立进球,一半是马拉多纳的大脑打进的,一半是上帝的手打进的。 上帝为了证明他的存在,借马拉多纳的首相世人展示了他的力量。 这立进球颇具争议,甚至如果没有这立进球,就不会有后来的世纪进球,也不会有阿甘廷的胜利。 但事实上,它确实发生了,没人能改变,即使过了三十多年,争议依旧不断。 但如果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,你就会明白,马拉多纳不仅是为了这一进球,更是为了自己的国家,这场比赛的意义,早已远超足球领域。 这就是为和上帝之手之所以为经典,而马拉多纳也从来没有悔改之意。 阿甘廷,失败于马岛战争,胜利于世界杯。 1982年4月2日,至6月14日,英国与阿甘廷在福克兰群岛主权问题上产生了争议,最终导致了著名的因阿马岛战争的爆发。 这场战役,以阿甘廷在家门口惨败而告终。 被英国人挫伤了士气的阿甘廷人,让英国和阿甘廷积累下恩怨,阿甘廷人想要报复,在军事上是不现实,也是不可能的。 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,足球,或许是阿甘廷复仇英国的最重要的途径。 但在马岛战争后的四年时间里,阿甘廷都没有在比赛中和英国球队相遇,直到198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,这场备受瞩目的比赛。 阿甘廷人终于迎来了机会,这个机会由马拉多纳一手转变为胜利。 对于阿甘廷而言,马拉多纳就是民族英雄,他让足球的意义,不再局限于足球领域。 阿甘廷人憋在心里的气,终于得以释怀。 在这样高强度,高压力,必须赢得比赛中,马拉多纳一口气打尽两球,完美利用了不是机会的机会,赢得了比赛的胜利。 这让马拉多纳离球王的头衔,又进了一步。 在经历了小组赛的小事牛刀,淘汰赛的高光表现后,马拉多纳和阿甘廷迎来了决赛,面对本届世界杯的大热门西德,马拉多纳依旧延续了以往出色表现。 他简直是个天才,无可否认,这世上可能再也出不了第二个马拉多纳。 这场比赛后,阿甘廷如愿捧起大力神杯。 这之后,国际足联官方发布标题为《一个人的世界杯》的纪录片,让马拉多纳这届杯赛的表现,得到了世界球迷的认可。 这样一来,马拉多纳一个人的世界杯的佳话,也就传开来了。 不久后,马拉多纳在国际足联的票选中,毫无争议地当选世纪球王,成为纪贝利后的第二个球王。 笔者曾听过这样一句话,不喜欢他的人,有一千个理由不去喜欢马拉多纳,而喜欢他的人,无需理由。 如果你愿意去了解老球迷的记忆,你会发现,马拉多纳就是一代天骄,尽管他黑暗与光明并存在如今社交网络言论自由的时代,新名词远古吹诞生。 当然,你可以这样去评价,这是你的自由。